好的主播可以看到 现场一辆警车右侧被撞得体无完肤 车体零件外露 而肇事机车就停在不远处 同样惨烈 车壳消去龙头全毁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那么这起车会意外发生在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上 凌晨两点多 远近巡逻时 见到一辆重型机车 没挂车牌 怀疑恐怕是脏车上前蓝茶 但机车骑士却心虚并未停下 反而加速逃逸 不止逆向还冲撞警车 而根据警方初步了解 原来该名机车骑士是一名未成年少年 无照上路 因此逃避警方蓝茶 却酿成车祸意外 俗信只有些许擦错伤 那么目前警方也将该名未成年少年 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 而该辆机车也只是没挂车牌 并非脏车 顺后将以无照驾驶 以及妨害公务等罪嫌 将少年喊送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主播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